一次船舞与科技的碰撞 我们来到为全国培训出上万名健身教练的导师的健身工作室 他们会如何规划股拳法的功利训练呢 如果膝盖有一些小的瑕疵 有没有什么膝盖恢复快的一些方法 就是相对保养的一些方式 对 关于膝盖保养的一些方法 好的 一般情况下我们的保养是从两个方面入手的 那么第一个其实所有的无论是武术的流派 还是现代的一些运动康复里面都是静养 一定是静养的 比如说我今天感觉它疼了 那我们不要练了 一般情况下静养是以两周为一个单位的 你不能说我静养了两天我再去练 其实我们两天你可能该代谢的肺围还没有代谢 该生成的新的组织还没有程序生成 对不对 所以我们正常情况下以两周为一个气势的节点 那如果你两周之后你还是有这种疼痛的话 那我们说了可能需要去做一些现代的一些影像学的检查 对吧 那么第二种容易出现损伤的这个疼痛的情况 无非就是技术太紧张 技术比较紧张的 那么像影响到我们膝关节的健康 主要就是我们大腿前色股 叫股四头肌的位置 对吧 那我们需要用到一个放松的手段 那么很多人会选择去用这种拉伸 但拉伸没有办法针对深层的筋膜进行放松 那我们可能建议用一个这种泡泡轴进行深层筋膜的放松 自己就可以做的 大家就可以做的 比如说我们先趴在这个垫子上 趴着这边 对 趴在这里 那以我们的右腿为例 比如说我们的右腿比较紧张的话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来 先用一个平板支撑的状态 整个人是悬空的 把它放在我们的大腿前侧 那既然是放松右腿 那么把左腿放到身体的旁边 左腿放到旁边 对 可以屈膝 对 来到一个最舒适的位置 这样你会发现重心压在这了 对不对 那么很多人犯的一个错误是什么呢 我们要放松腿 但是他把它的重心都放在手上 胳膊上 对 那我们放松哪里 就把你的重心压在这个目标的点上 OK 压在这个大腿上面 OK 这样 那么我们压的位置呢 一定要避免骨骼 避免压到我们骨头的位置 那压在哪里呢 你可以自己 捆时用手去摸一下 感觉有肉的地方 对吧 舒服的一个 对 大腿内侧 大腿正面 大腿的外侧 有肉的地方 压在这种位置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 只需要保证1点就可以了 全身都是放松的 放松的 像水一样 往前放松 然后整个人撑起来 像平板之上撑起来 这样 OK 然后我们去进行滚动 滚动的话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上下的 来上下的 前后方向的 对 慢速的 每次用2到4秒完成 对 2到4秒完成一次滚动 对 你会发现你滚过的位置 会有明显的酸酸的感觉 对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将我们的大腿呢 比如身体往外旋转 身体往我这个方向去旋转 对 然后这样你会发现 滚动的点 是不是就侧向于大腿的外侧了 你明显感觉到啊 靠近大腿的外侧了 那比如说我们将身体 往相反的方向旋转 对 往左边再去旋转 对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放松的位置 是不是就转移到 大腿的内侧部位了 对 大腿内侧部位 那么这是第一种滚动的方式 顺着肌线位的走向 因为大腿的肌线位的走向 就是上下这个方向走着 那么第二种方式呢 左右转动自己的大腿 大腿在上面进行左右的转动 那么这种方式就是 跟我们的肌纤维的走向 成90度角进行放松了 比如说我们的大腿是 这个方向来长的 对吧 我们现在左右去放松 就是跟我们的肌纤维 成90度角进行放松了 它会比刚才这种方式 更加刺激一点 在感受上面会更疼一点 身体哪一点应该没关系 对 身体动时没有关系的 只要你感觉把重心压在这里 而且压在肉上面 不要压在骨骼上面就可以了 那么第三种方式就是 来 比如说你碰到了一个点是疼痛的 因为我们的肌肉里面 肯定是我们在健身领域 叫做扳肌点 那么在传统功夫里面 可能有类似的 比如说他们可能叫节节 或者是其他的一种叫法 那什么感觉呢 比如说按到一个点 到这个点 有这种放射痛 刺痛 感觉里面有一个像花生米一样 卡住了 特别特别疼 那么在这个位置停住 不要动 压在这个点上 然后身体不要动了 只做膝关节的弯曲 然后再慢慢的去伸直 对 然后再弯曲 再伸直 那么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我们的肌肉现在 是在产生收缩的 比如说现在 我们的肌肉是拉长了 然后再把它伸直 我们的肌肉又缩短了 对不对 把这个点压住 让肌肉主动去收缩 可以帮助去 缓解这个位置的动动 解释的非常的细致 对那么这个时候到什么时候去停止呢 有人说那我具体该做多久呢 通常要求我们做到它的 疼痛感降低50%左右的时候就可以停了 比如说你一开始 同样的路上去 哇特别疼 这个疼痛感有80分 那么什么时候到达这个疼痛感 只剩40分的时候 减少50%了 ok这个位置就差不多了 你再去做 其实意义就不大了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停了 看看 两个人 kal还在讲 对 员